我现在是长途跋涉走路去拆拆家去存两个行李 这个是我的大背包 这个是我的小箱子 这两件行李应该有15公斤吧 20公斤 我现在是把手机夹在我的这个背包上面 今天是10月31号 然后念打下箱看女儿去了 所以从上个视频到现在过去有半个月了 我基本上每天就出了去超市买车做饭 就不出门了 所以很多朋友吹根 购物美生产队的女孩懒 这个我必须得承认 因为我真的没东西可拍啊 你说本来长得就不怎么样 现在还破相了 哪有勇气拍我的生活起居给你们看 我这半个月不出门 除了每天看影看美剧 就是在反思 为什么乌克兰马上冰天雪地了 到处大雪纷飞了 我还要撒不垃圾买个车 帽子这种很危险的这种路况去自驾游呢 是不是有病 是不是因为这个带装破装长在脸上太高兴 我的脑子呢引发什么精神疾病了 所以我就想我干嘛不换个国家过冬呢 我就拿着手机研究了一下 反正往下面走 土耳其啊什么亚米利啊 各路级啊这一大圈 包括是远到埃及 我其实没什么兴趣 因为很多国家我都待得太久了 也待腻了 至于旁边的欧洲 其实现在也冷 然后不着急 因为我是乌克兰的居民 我是可以随时在这里 是你签证去的很方便 以后再慢慢去好 然后就把地图缩小啊 研究远一点的国家 发现有一个国家 我突然间很有兴趣 而且很久没去了 最近刷抖音啊 也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传闻 比如说是他们要崩溃了 很多老百姓失业了 然后东西乱涨价买不起了 大家都生活在水生活中 所以我这一次去 顺便也可以帮你们验证一下真伪啊 这个国家当然就是美国 我这一次去 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福利 因为俄语我是肯定学不会了 以后泡妞啊 还是得靠英语 去那边能够提升 我跟姑娘们东扯西拉的语言能力 这个肯定是有帮助的 美国的西海岸 从加州到圣地亚哥 到拉斯维加斯 然后一直到那个科罗拉多 其实这些州我都去过了 因为我以前去过两次 每一次我去都是租车到处来开的 我已经甚至把那个66号公路 跟1号公路都开通了 所以西海岸我就不去了 但是东海岸对我来讲是完全空白的 所以这一次我应该会从乌克兰飞到纽约 而且从乌克兰飞过去又便宜又方便 按照我的计划 是应该先在纽约待一阵子 然后再去周边的一些城市 最后再去墨西哥 如果美国哪个州的法律允许我买个手车的话 因为我是旅游签证 所以我如果买了两个手车 那可能就会路子比较野了 我会从美国开到墨西哥去 那这样就很爽了 但是我在回到乌克兰的时候 怎么也得几个月半年以后吧 那个时候也暖和了 这次我到乌克兰前前后后待了一年 真的是待了太久了 有点失眠疲劳了 所以为了轻装上阵 现在把我的这个心理箱背包放到菜菜家去 我没有必要带那么多行李 这老板娘这里好吃好喝 吃花生都吃饱了 而且感觉不用做饭店的 要饿了 哈哈哈哈 用菜菜家出来了 正往家赶了 然后我今天其实本来带了一个全景相机出门 本来打算用它拍视频的 结果在开机的时候发现没电 我才意识到因为我太久没出门 所以把它已经放没电了 只好用手机来拍 就是我上一条那个观光手车 市场的视频发出来以后 其实我收到了很多观众 写给我的留言或者是私信 都是教我怎么选品牌 怎么挑一手车的 确实让我学到了很多 而且我都设计已经锁定 我要买雷克萨斯的RX330这一款车 要买年份在003到006辆的 因为这一款车在乌克兰的价格是1万美元左右 到时候我如果再花个一两千换换零件 它是舒适度非常高的一款车 可惜啊 现在因为换国家过冬 这个计划只能这样是搁钱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要对这些观众们说一句感谢 真的里面让我学到了很多 以后买个手车 我估计我就不用再去看轮胎新旧了 下一个视频应该是我在基辅的时候拍了 到时候就是要动身去纽约了 那今天就这样再见 有点慌啊 刚才查了下纽约今晚的住宿 按价格排序 都不知道是什么机脚咖喇 情侣八人一间的架子床 都300多人民币了 这下要省之前用金打细算了 还是乌克兰好呆啊